每逢假日一家大小享受天倫落 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 小朋友最享受和父母一起做些甚麼呢 玩遊戲 玩什麼遊戲 玩粥迷藏公園 為何喜歡和媽媽一起去 因為爸爸媽媽疼我 真正的親子時間 重量也都重質 家長又覺得有沒有給足夠時間陪小朋友 相處時又有沒有做足本分 很足夠 因為我自己花很多時間陪她 要做些甚麼呢 帶她去公園玩 帶她去看電影 逛街吃飯各方面都有 可以再多些 因為通常晚上下班都很晚 所以只有晚上的時間 可以和她相處幾個小時 事實上天倫落並不是必然的 有家長就幾乎搞不清為人父母的責任 和工人家庭教師的工作是有分別的 近日網上熱傳一篇招聘家庭教師的廣告 薪酬有7000至12000元 說高不高 要求有8級鋼琴 和修讀兒童心理學不止 認證者還要負責照顧小朋友所有生活細節 和提高她的治理能力 禮貌等等 這些過往被視為是父母的工作 有評論指 這些就是典型的怪獸家長特性 她的目標是想找一個媽媽責任的轉移 即是她負責賺錢 我賺了錢就是我對家庭的責任 所以我消費 我用消費這個方法去表示我對家庭負責 她又說現在不少親子關係 已經淪為上司下屬關係 子女往往感覺被迫認酬父母的種種要求 雙方都是受害者 一個狀態就是我有一個指標 你達成不了 你實行不了 你是一個很差的小朋友 另一個狀態就是 你不懂這件事嗎?媽媽教你 兩種是不同的情感合作 一種是被要求的狀態 一種是我跟你一起成長的過程 什麼都可以用錢去解決的消費關係 這種流失的家庭情感上的牽繫 是無聲無息的 做父母的千萬不要用忙來做藉口 要做好家教和和小朋友建立親密的關係 是好視乎家長及過多少時間和子女相處的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家瑤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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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